日本人的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Fumobo 我演了 非常懷念跟導演拍攝的回憶 我們在上海度過了一個很棒的一個月 也是我第一次跟日本導演合作 在這個月吸收了很多跟以往不同的拍攝方式 跟日本的團隊合作的感想是 大家都非常精確地計算好每一個鏡頭 這是以往我們的拍攝經驗裡很不一樣的地方 劇中有很多的特效鏡頭 其實是讓我拍攝的時候感到非常新鮮有趣的 最有印象的是把你摸著耳朵 在字體旋轉的時候 然後那個空間從真實的世界切換到異世界的交錯感 那個是我覺得我最有印象的一個畫面 希望觀眾們可以進電影院好好地感受一下 這部恐怖電影帶來的娛樂效果 它的每一個讓你驚嚇的地方都是經過團隊還有導演精心計算的 我覺得非常有趣 電影即將要上映了 記得去電影院觀看哦 那請看 日本人大家好 我是孫依涵 在這部電影中我飾演的是周小諾 他是一名大學生 和日本導演赫田返南合作是我非常榮幸的一件事情 因為在之前也看過赫田返南導演的一些作品 所以這次能合作上非常非常榮幸 對於我出演的這部電影還是非常滿意的 那也希望大家能給予我一些不同的建議 對於我表演上的一些評價我都是會學心接受的 希望日本的各位朋友們可以去支持我的這部電影 這是我第一次有作品在日本上映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讓我看看 怎麼了 我剛才看了一個特別恐怖的小說 現在不敢睡覺 你有沒有看過一本書 你要LET Partner 糰心樓 交流 和糰心樓有關聯的人 跟糰心樓有關聯的人 這是你 你都可以 一個一個 都被�詛咒而死 救命 被诅咒的网络小书 关于最后的篇章 你看过吗 关于最后的篇章